上背部原始点 我们现在来介绍 上背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由于上背部这一段 两骨之间有时候空隙很小 上背部我的建议是坐姿 好那我们采取坐姿 坐姿的话要注意的就是你按下去的第一点 我发现也是这两天来这里的志工容易翻 它第一点都按到这里 不对 第一点是在肩颈结合处 是在下面 所以正确是肩膀到颈椎的交叉点 你们揉到上面来一定是错的 好那第一点找到了 第一个手放这里 然后同侧是这里 所以你们注意我这样顶下来 往后顶 这样才能顶得到 然后已经下去了 当你放在这里一定是错的 第一点一定是这样 好那这样有一点由下往上勾起来的味道 这是第一点 好这是第二点 那我们做对策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这样 这一手不到前面 然后屁股稍微抬起来 甚至你这样变化一个姿势也可以 我的屁股稍微抬起来 然后这样能过去 一样肩颈结合处 这样 如果你还是比较属于五短身材 还过不到 我看曾经里还有一招 就这样 这一腿踩上来 这样的做法 跟我刚刚屁股开起来的做法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肩膀记得这三点 第一点要下去 这是你们看会犯错的 第二 肩膀它很敏感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 施加太大的压力 好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 脚 上背部的按推方法 脚 与患者肩还有 脚骨上沿同宽 然后膝盖 微微蹲 微蹲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另外一手 如果要按推对侧的上背部 那我们要注意 工具是手肘 但这时候掌心是向下的 好 按下去 然后眼睛要对着 这个手肘 肘骨 然后整个身体也是这样 要移过来 好 移过来之后 手肘对着你的胸前 然后推是以前后的方向 好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现在我们再来按 上背部同侧 姿势一样 脚站的姿势 与肩同宽 然后膝盖 微蹲 一手固定着 我们的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下 然后手肘按下去 整个身体 全部移过来 眼睛盯着肘骨 肘骨对着胸 好 按 推 按 推 以上是上背部的按 推方法 下背部原始点 位置如图中红线所示 涵盖范围 下躯干至间锥最高点 如图中淡紫色轻易所示 我们现在来介绍下背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站姿跟刚刚一样 也就是两脚与肩同宽 左右对着肩部还有脚骨上沿 然后脚要微蹲 微微的 好 那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一手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这样放下去之后 好 要注意的这时候 这里要保持90度 这里也要保持90度 然后眼睛紧盯着手肘 手肘对着前胸 好 这时候身体一定要跟随着手肘 一路往下移 越往下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要越靠过来 对侧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示范同侧 一样一手固定 工具拿出来 按 推 按 推 下背部新增延伸点示范 最后一点 以前是在脖骨上沿 也就是这一点 那现在我们还要注意的 下面还有两个点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一边也是一样 腰椎旁开一直宽 好 这是跟脖骨上沿接触的 地方我们是最后一点 那现在还是要往下面 第一点 第二点 是可以按的 但是力道稍微注意 太大力患者会受不了 好 我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以前的最后一个点 好 那下来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好 这样在按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感觉有筋 拨到筋而非骨头 好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点 如果你再下去 这个就是骨头硬硬的 这个是 所以不能按 好 那同侧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以前都是 咖骨上沿 这是最后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 还要再往下面 好 下面的第一点 至于上背部 以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是相同的 都是用掌根 我们现在来示范 给大家看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掌根的湿力点 就在这个骨头 这两个骨头 好 直接按在脊椎 躺开一指宽的位置 按之后一样推 按 推 同侧也是一样按 推 按 推 这是上背部的舒缓方法 下背部一样用掌根 脊椎旁开一指宽 下去之后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同侧下背部一样 按 推 按 推 注意事项 一指宽 它不是在一指里面 所以这个凹陷柱是错 如果一指宽 刚好对过来 这里有一个筋 反而是在筋上面 这个才是原始点的位置 第二个 操作者容易犯错的是 他的工具 有时候没有保持90度 这是最容易犯的 然后有时候身体太后面 或太前面 都会让90度 变成达不到 另外一个错 就是使用的力量 没有来回均匀 它是一边一边这样推 这个都不行 还有在按推上背部的时候 它身体还是依然没有动 就跟我们平常这样 事实上 你按上面的时候 身体跟脚整个都要移动过去 然后眼睛盯着手肘 这样才是对的 而非这样眼睛目送着 眼眼的看着它 这样是错的 以上是上下背部容易犯错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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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